她是全网最火的女主播 凭借一首来迟火遍全网 二十出头的年纪 从两千万粉丝支持 不仅频频登上各大综艺签唱 还登上了火遍全网的天赐的声音 作为唯一位网红出身的歌手 近乎清唱的稳定发挥 赢得在场导师掌声一片 她究竟如何完成了 从两千万网红到专业歌手的逆袭 本期绑绑跟大家聊聊 网红歌机戴玉童的音乐生涯 戴玉童本名戴家瑜 1997年出生江苏 燕南京艺术学院流行歌唱专业 她长相甜美身在窈窕 一双大长腿格外吸睛 再加上气多变的声线 优越的嗓音 长得好干又才华 戴玉童的出现也完美诠释了 明明可以靠颜值出圈 非得靠实力圈本 自小热爱唱歌的她 刚刚出现短视频平台 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不管是50年代的主旋律歌曲 还是80年代的港风 90年代的民谣 还是红极一时的选秀歌曲 网络神曲 戴玉童都文文拿捏 而她做到的不仅仅是还原经典 还成为了超越原创的存在 很多陈锋已久的经典歌曲 经过戴玉童的重新演绎 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 一首最天使被认为 是最情真一切的一个版本 至于戏来迟 圈粉无数 失恋归失恋 歌谣还得谣 一首别错过格外上头 人美歌田全程那样的表现 让无数网友叹为观止 一首极具感染力的书信 让它征服了全网观众 她的嗓音也被广大网友称赞 被天使吻过的嗓音 不但粉丝量暴涨270万 还罢评各大音乐平台榜单 除了网络歌手身份 戴玉童还有平台主播的身份 作为歌手中的颜值网红 颜值网红里最会唱歌的女生 每次开直播都会唱歌给粉丝听 超强的唱功 稳定发挥的台风 再加上与生俱兰的甜美长相 机嫌至于才华欲深的戴玉童 也成了平台偶像歌手存在 而直播歌手的身份 成了她暴涨粉丝的关键所在 随着戴玉童的走红 火速圈分2000多万 走红获得她开始平民参加综艺活动 参加嗨唱转起来 在线被罗志祥调戏 引得全网嘉宾未知惊呼 到了2022年 天赐的声音再次强势来起 作为唯一的一位网络歌手 戴玉童经受住了各大专业歌手的考验 与房东的猫合唱第一次甜蜜翻倍 近乎清唱的来时 获得嘉宾和现场观众的一致喜爱 其实如今在短视频 混得风生水起的戴玉童 刚开始接触唱歌时 并不被家里人支持 是她对音乐坚持不懈的热爱 改变了所有人的看法 她很享受站在舞台上 被灯光包围唱歌的感觉 自出道以来 戴玉童多次参加全国音乐类比赛 从花朵朵到天蓝之音 再到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 只可惜人才积极的选秀 并没有让其发挥优秀的歌唱颠覆 不过选秀道路走不下去 戴玉童转战短视频 竟然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 三首热歌的爆火 让其圈粉无数 一度被广大网友奉为甜美科基 多次登上央视舞台 受到一众主流媒体的认可 网们以为 都说网红歌手离不开百万声卡 与专业歌手同台被吊打时日常 而戴玉童用超强实力 打破了士组偏见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这位人美科甜的甜美科基呢